hello 大家好 欢迎到ks看股 今天今天是太阳啊 今天不是灯光了 今天啊 中午了 有一点太阳也不太猛 所以开一点窗口 给大家因为holiday mode 大家给大家rassar一下 feel一feel那个太阳了 ok 首先点一点赞分享留言 点一点赞分享留言 so不要忘记昨天前天都有视频 点一点赞分享留言 要开户口可以试试CGSCNB户口 可以买可以买美股啊 可以买台语啊 香港可以买 新加坡 so 0.5 0.25美国 0.25美国啊 新加坡跟0.2 这个啊 香港啊 ok so 昨天啊不要忘记昨天有视频 昨天啊 昨天我们有讲这个 昨天我们看看美股啊 要看看美股 美股是大局了啊 看下大局先啊 大局怎样跑啊 美股大部分都是在跌了 你看看蛮蛮蛮蛮蛮蛮有趣的啊 美股看看美股 阿里巴巴巴我都有讲啊 Facebook啊 Google啊 Microsoft NVIDIA Tesla Twitter Visa Visa也有讲咯 还有 还有星期我讲重温复苏股啊 复苏股啊 还是赚钱的啊 你要记得要看看的啊 重温复苏股啊 ok so 我们看看今天我们要讲科技股了 我们很久没有重温科技股了 所以今天有时间 好这几天有Holiday 我们就重温一下科技股 看看美股的命天啊 请注意 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仅处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因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何责任 OK啊 不要忘记今天晚上有FOMC报告啊 所以要小心啊 FOMC今天 啊 所以讲有时候我们讲啊 我们以为今天Holiday Market不会什么东啊 因为 这个星期交易才两天吧 啊 今天有FOMC报告啊 今天啊 明天明天早上 就今天今天晚上了 今天半夜了 就明天早上了 2点早上了 所以这个FOMC有这个Federal Fund Rate啊 啊 这个啊 联邦基金利率 哦 所以他要起到0.5起到1.0了 所以这个呢 也许会美 美国啊 所以这个报告出来 也许美国也会 有很大的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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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大的动力啊 啊 很大的波动啊 很大的波动 也许明天马股也会有 也会有 你知道啦 也会有那个什么啊 影响力啊 影响到这个 马股啊 所以也许明天有 嗯 马股会有一个很大的啊 影响啊 ok so 啊 ok我们今天要看 科技股啊 我们整天有讲的科技股 我们拿来重温一下 看下发生什么事 看上armerus armerus 0181 0181从顶上面跌下来了啦 啊 也是一层一层的跌啦 也是啊 也是做了这个 啊 啊 armerus 一层一层的跌吧 他当时现在也许个小反弹嘛 啊 也许个小反弹哦 他已经没有做更低的低了 他没有做low low了 没有啊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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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 but他没有做low low 当他没有做low low 也许个小反弹 so这个如果你被套高了 有机会逃逃了 哦 我们看这边 看这个 armerus 0181啊 018 我们看这个 8.2 他突破守在8.2上面也许继续守 如果他反弹上来 他反弹上来 继续掉下去啊 你要放了啦 证明这个还是要跌 还是继续要跌 啊 美国跌 不是讲malaysia 一定要跟着跌 but通常都是跟着跌 啊 不是保 没有保 啊 啊 如果他冲上来 这个也也许是双底 他有可能要反弹了 如果他 他没有冲破这边 他没有冲破这个 啊 0.0.82 这个82线啊 他也继续要下跌 啊 so这个 but不要 but这个没有肯定讲他会反弹啊 so今天如果那个FOMC出来 也是啊 也是下 下 他的报告出来 下到那个 美国市场下跌 这个也是继续会跌的啊 so暂时啊 so暂时他还是在下跌模式啊 but他有反弹的 有一点反弹的症状了啊 看看DNO DNO7204 DNO7204还是继续跌 跌到蛮快啊 他的 他的反弹 如果他要 他有这个突破的话 他必须要突破4.7 这个鞋的投并肩 突破这个鞋的投并肩 啊 啊 4.75 跌破这个鞋的投并肩 突破 sorry啊 突破回来 啊 他做了一个鞋的投并肩 这个可能 这边有机会玩了啊 这个暂时啊 还是下跌期是蛮强 跌到蛮快 看看DNO7204 DNO7204现在横盘哦 他没有东西 哦 他还没有突破这个通道 也没有跌破0.98 如果你买进了的 止损在0.98 跌破就逃 哦 如果你还 如果你 如果你没有买的 等他突破1.075 他突破几次了都不能过哦 证明他这个1.075 这个压力蛮大在这边哦 如果这次改次他再突破了 这次也许他真的会飞了啦 或者他跌破了 他继续要跌了 你就要止损了啊 看一下EG EG EG 这个呢 8907 他就现在在横盘啊 又不上又不下 看来他也不会再跌了啦 可能跌到底了啊 暂时你买进了 暂时收就先 跌破0.500 如果没有跌破 其实也许还可以收了啊 这个10% 这个很小心啊 这个 这个你要很小心 10% 或者你 弹上来一点 你逃了先也可以啦 或者你 弹上来 如果 弹上来一点 你要安全的啊 也许逃了 因为他也是没有动力的账啦 如果他上来一点 然后靠近你 买进价钱 你要放了先也可以啦 这个 也许还有机会啦 看来也许他正在整整整 如果他一突破这个 0.605勒 他真的 会冲了嘛 现在要小心啊 也是要小心 我怕他还会跌多一层 如果你不放心 你要放了 他有什么反弹上去 你放了先也可以啦 这个动力还没有 没有动力啊 放更 改次等他突破再买 放更也是 开始有一个反弹模式啊 他也是有 有背离 看来他也许有一个小反弹啊 你有机会逃逃了先 他守在3.14上面 还有机会 可能可以试啊 如果他不能 他回来这边跌下去 这个就要逃了 或者他继续跌 这个也要逃了啊 这个是不好 你看啊 就是银行开始调啊 这些啊 这些半导体啊 本来啊 上次啊 全部给TP高高的 现在开始调下来了 比他上次的 最高峰啊 低了啊 开始慢慢的调了 TP慢慢的调下来 所以 要小心了啦 要小心了 这个也许有 看他 看他现在的症状 他要反弹 能弹的人也不知道 如果他弹破了 这个投并肩 也许有机会啊 也许有机会买进 我们等一等 看他发生什么事先啊 有机会逃逃了先啊 有机会逃上来 有机会他弹上来 你继续收先啊 如果你还是 你买高了 被套了 你继续收 弹上来3.14看法是什么事 3.14不能过跌回下来 逃了先 他冲破 我们就进啊 冲破 我们就 继续进或者继续加码 GREITEC GREITEC 0208 0208 你看啊 这些啊 这样高的这些啊 这些目标啊 迟早啊 也是给他调下来的 你看现在 半导体的目标 很多银行都给高过 上一次最高峰了啊 你看他10点 他慢慢调下来的 啊 所以这个暂时看 10.725突破 10.725 反弹模式 有机会继续谈 如果他不能突破 10.725 也许他会还会掉下来的 空性 空性暂时在一层一层的跌 这个暂时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Inari Inari 0166 016你看啊 他也是啊 这些目标全部在这边上面啊 你看啊 迟早啊 一个一个调的 你看一个一个调下来的 啊 0166 0166 0166 他必须突破3.1才讲啊 这个下跌 下跌的这个趋势 下跌的这个啊 啊 趋势线啊 突破了这边也许有机会3.1 或者高一点啊 3.2 3.1 3.1跟3.2啦 看这边左右啦 3.1 3.1 3.2 他要突破这些地方才讲啊 不是叻 什么反残有机会逃你逃的 4.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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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1 5.2 5.2 8.6 5.2 6.1 4.1 2.1 2.1 8.5 沖不破跌回下来 你就也许啊 也许你逃了先 如果他继续 沖着上去 也许可以继续守啊 也许可以继续守 MPI MPI也是 下来这边MPI 所以这些全部看今天美国啦 美国 美国FOMC 美国FOMC 美国FOMC出来 对这个 他的这个啊 报告出来 对这个啊 半导体不好 他就继续下了 对半导体好 他可能有 有机会上 上来这边 38.7 你要看发生什么事啊 他不能冲上去 他跌下来 可能你逃了先 他冲上去 我们继续守 或者继续夹 PENTA 7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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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有点少反弹 今天看美国怎么样啦 美国反弹 这个有机会回来4.1 他回到来4.1 他冲不破 对下来 逃了先 他冲破 可能可以继续玩 继续加码 和继续玩 PA1 PA1 就比较强 他跌到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这样快哦 这个投兵前 这个差不多做了 投兵前 反弹的手兵前 so他突破了3.06 他能守在3.06上面 有机会玩 他没有 他不能就这个也许就逃跑 这个是逃跑机会 不了 Darwin Darwin就在横盘 没有东西看 他一直在横盘 没有东西玩 Darwin 7097 UNISAM UNISAM就好像要反弹 现在看这个美国报告 他没有突破3.3 他没有做反弹 还没有真正的做反弹模式 有机会逃 逃了先 或者你收到在这边3.3球 跌下来 你逃 突破继续加码 或者继续收 才有机会了 昨天我们看美国大局 看不到什么机会 其实有反弹都是 有可能是小反弹罢了 看如果今天 啊这个FOMC不好 这个就来就要继续跌了 你看啊 你看现在半导体 半导体以前全部目标是高高的 现在你看啊 现在新的目标啊 全部是比 CNB 全部比上次最高峰更低的 慢慢调下来了 还要小心了啊 UWC UWC跌到很快 这个就这个就很明显了 这个有什么反弹逃了啊 如果有机会买进的话呢 他做了这个双底 突破了这个4.24 然后4.24这个可能有机会买进 5292这个是啊 ok 今天讲这样子先啊 我们明天再谈 明天啊 market又开了啦 明天啊 所以我们看上 今晚美国发生什么事 然后明天 然后market 有没有暴涨或者暴跌 ok 我们明天再谈 拜拜 拜拜 拜拜